先講講就是兩鐵合併 我們現在講港鐵的票價可加可減機制 我們必須要講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是馬時亨搞出來的 就是兩鐵合併 兩鐵為什麼合併呢 就是兩鐵當時是欠沙中線珍池激烈 就是九港鐵路就是火車 一直是有優勢的 包括因為九鐵本身已經有紅磚 去到上水的鐵路了 如果要過海的話 很自然順便成章都是九鐵的 都是火車的 而火車當然的方案比港鐵的方案好很多 包括財務安排 包括投資成本 包括在港島設的站 如果大家現在知道 其實沙中線是少了 是維多利亞公園站 以及中環西站 不叫中環東站好 東環西站好 因為中環無論如何都是多個站的 就不是在金鐘站停 而是在中環才停的 就穿越了金鐘站 去到中環一個另一個地方 中環西才停的 而另外就是維園一個站 這兩個站 就是中環西和維園站 都被現在的港鐵 就是兩鐵合併之後的港鐵取消了 完全沒有理由之下取消了 誰要負責呢 是馬時亨 當時的輿論 馬時亨最厲害就是在輿論方面 因為馬時亨當時的背後就是四大家族 就是四大地產家族 所以馬時亨當時 他做了所有事情都有輿論幫忙 他明明是錯的 輿論都會扭曲到對的 所以我認為 在兩鐵合併當時的報導 香港新聞界是絕對有責任的 不說政治的 是絕對說一件事實 說justice 就是說一個良知 說一個就是公義 新聞界當時 是完全起不了監察政府的作用的 是完全一面倒地 去幫大家族 是幫大家族的馬仔 馬時亨 去將九鐵強硬押了下來 然後令港鐵 就是說九鐵和地鐵合併之後 就變成港鐵 令港鐵的霸權一直出現 好了 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主要是出現了在沙中線的爭拗 其實在沙中線爭拗之前 他出現一個問題 因為當時的地鐵 是相對一個比較強硬 兩個鐵路公司的管理都比較強硬 無論是體質素 無論什麼都很專業 但是到了馬時亨手上 馬時亨當時怎麼做呢 他就發現了如果繼續給兩鐵 是繼續自己去營運的話 作為政府官員是拆不了手的 即是沒有辦法控制九港鐵路 也沒有辦法控制當時的地鐵 那麽當時他想了一個絕招 就是把兩個人拆掉 把兩個公司合併成一個公司 就變成香港鐵路 港鐵 那合併了之後呢 人事的管理啊 人事變動啊 所有東西都會被 不是政府 而是發展商控制了 接著呢 接著的時間呢 出現了什麽問題呢 兩鐵合併之後呢 其實是絕對對香港是一個傷害 在兩鐵合併之前呢 地鐵和九港鐵路呢 他要建新鐵路的話呢 是自己做融資 政府只是給一兩塊地給他 做一個寶座 是用這個形式而已 以土地 換取他們自己的營運和融資 那當時呢 就是他們的票價的調整機制呢 都要經過政府批准的 好了 而且呢 相對於是公益的 就是相對於是幫市民服務的 好了 兩鐵合併之後改成怎樣呢 就是第一 就是地鐵就壟斷了香港的鐵路市場 第二 它對巴士公司啊 對於旅遊巴 對一些是 包括了 就是旅遊巴的意思是說著 一些私人 私營的一些巴士路線 又或者甚至乎 就是Van制 都有一些壓制的 就是它用了很多方法 包括呢 就是 短季長平的方法 短季長平的方法呢 令到巴士呢 是沒有了空間生存的 那結果呢 就是短呢 那些人就不願意搭巴士啦 當然啦 有小車子有巴士搭啦 但是呢 相對而言呢 短線呢 對巴士公司呢 那個營運呢 收入幫助不大 長線呢 就可以保持到 巴士公司的一定的一個客量啦 那但是呢 港鐵是故意呢 是將它自己的短線呢 是那個價錢貴一些 是爭取盈利啦 長線呢 那個價錢便宜一些 令到呢 巴士公司很難跟港鐵呢 去競爭 最初不是這樣的 是最近發展成這樣而已 那就是兩鐵合併之後 才會發展成這樣而已 兩鐵合併呢 也都製造了一個壟斷啦 這個壟斷呢 就令到呢 就是所有的巴士啦 還有呢 就是小車子呢 都基本上呢 就被扼殺了那個發展空間 而政府也都呢 就以鐵路發展呢 是做唯一的一個呢 就是主軸 鐵路發展不代表呢 是只有港鐵一間公司 其實九鐵現在還沒倒閉的 九鐵仍然在這裡 那我 我仍然建議呢 兩鐵路發展呢 不應該只是給了港鐵的 應該引入競爭 引入國際競爭 而呢 港鐵在壟斷之後呢 出現什麼問題呢 就是每條新的鐵路呢 都逐漸要香港政府包底給錢 而且呢 就越來越離譜 令到呢 就香港鐵路呢 是全世界最貴的鐵路 而且是貴到離譜了 情況跟劉家一樣啊 根本上呢 就是在一些大家族控制之下呢 基本上已經沒有了公義了 也沒有了良知了 就跟劉家一樣呢 脫節地貴 基本上香港人的民資民膏呢 欠盡了 好了 另一方面呢 兩鐵路在合併之後呢 兩鐵路做了什麼問題呢 合併之後呢 還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呢 就是票價機制 那就是票價呢 是自動有加價的空間 那個加價空間呢 就完全跟市民的承擔 就是說市民的承擔能力 還有呢 就是這個呢 公司自己的盈利是無關的 他只要跟著呢 就明以公知指數 那基本上呢 就可以保證他連連加價 如果他當時見到那個政治壓力大的話呢 他還可以儲了那些家福 不加住 跟著呢 在環境好一點的時候 一次就追加回來 就是說呢 基本上吃盡大家的 就算他賺100億好 賺200億好呢 他一樣是照加價 又算他不加也好呢 他跟著就會儲了那個百分比 那遲些才加 雖然他現在就說呢 我會拿回部分盈利出來補貼 但是呢 這個也不是一個將來來的 所以調整機制一定要改革的了 那改革也都不是呢 好像有些議員 就是田北辰 我講坦白說話 田北辰基本上已經做了港鐵的代言人 而港鐵根本就是四大家族的代言人 就是說呢 田北辰已經做了四大家族的代言人 變相的隔山代言人 那代言人代言什麼呢 他竟然就說 喂 我們現在建議呢 港鐵現在做一個票價調整機制的一個檢討 這個檢討的結果呢 但是很大的機會呢 就是跟通脹加半 不是的 不應該 根本就不應該跟通脹掛勾 一人家我跟大家講講我們的方案 好了 跟著呢 講一次也有問題的 他不斷將自己的盈利 和自己的融資能力 去投資海外 令到他香港的鐵路呢 是完全沒有了融資的壓力 完全交代香港政府負責 由香港政府包底付錢 而他自己就將自己的融資能力呢 就全部投資在海外 而且沒有一次是賺錢的 每次呢 結果整個大包袱呢 放了澳洲 放了在瑞典 放了去英國 瑞典也算好一點點了 英國和澳洲呢 只有兩個責任來的 這一個呢 也都要檢討 那當中究竟有沒有貪污成份呢 為什麼他跟某些發展商 或者某些人特別合作得多呢 好像不需要選擇的 不需要選擇的 是全部呢 好像是桌底傾談不可以的 要是跟大家踢爆他 好了 那另一方面呢 地鐵呢 還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港鐵有什麼問題呢 還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他代大發展商 是廉價 低於市價獲得土地 就是說四大問題當中 第一個就肯定票價 可加可減機制 第二個他壟斷了 扼殺了巴士 扼殺了其他的公共交通 令到他一個鐵路獨大 那麼這個呢 就導致大家呢 他多少錢也好 大家就要回答他 第三呢 就是他幫大家族廉價 低於市價拿地 第一個呢 就表表者就肯定大衛站了 大衛站呢 他幫新世界呢 是賺大錢 將幫新世界呢 是絕臟成長的 也都是梁振英期間開始呢 是專益新世界其中一個 特大的一個事件來的 那麼現在林鄭娥呢 都是一直延續著 對新世界特別好的 那麼新世界呢 現在大衛站 說著呢 就是現在的福地 是說著只是用了1900元的地價 1900多元的地價 不夠2000元就拿回來了 那麼你想想他賺多少錢 為什麼會這麼便宜 拿到這麼漂亮的地呢 哪有可能的呢 當時的市價都應該是4000元 就算你說政府呢 就打個捷徑3000多元去批 都沒理由2000元買到的 港鐵中間有什麼魔想就跟大家講一講 就是說港鐵怎樣幫大家族呢 是低於市價拿香港 掠奪香港的土地 貴重的土地 那麼第四個問題呢 當然了 就是港鐵另一方面呢 就是亂禁投資海外 這四大問題呢 我們跟著呢 都會一連串的建議 怎樣將港鐵拆骨 怎樣將港鐵改變 怎樣將港鐵呢 包括將這個歐陽百權 以及包括將這個金雜培 這兩個根本呢 是表現不濟的兩個領袖 或者兩個公司的領導呢 就應該是更換 更換特首之餘呢 一定要更換這兩個人 好了 跟著港鐵的問題當中呢 我們現在先集中今天呢 講了票價可監可減機制 那票價可監可減機制呢 基本上對香港人是非常之不公平的 講到最白呢 他的機制基本上就是 不會理會大家的死活 不會理會大家呢 就是究竟呢 現在的收入 究竟有沒有多餘的錢去搭車 不管你用了多少錢去交租 不管你用了多少錢去供樓 不管你的薪金的波幅 總之就是 他名義的一個運輸業的工資指數 他拿來做掛勾 再加上通脹 那拿了他的一半 減了一個既定的百分比 跟著呢就是他可以調整票價的機制 這個票價還可以追加 他呢今年不加住 下年可以追加回大家 那變成了呢 今次呢 就算現在香港面對這麼差的局面 去到面對經濟這麼嚴重 可以這麼說 他仍然可以加0.3% 他不加住 不過現在呢累積呢 他還沒加的百分點呢 已經去到3%了 就是說呢 只要香港有機會經濟反彈 他就可以立刻拿出來 加上他跟著那一年的調整 一次的調整回來給你們 這一個呢 一定要談的 第一個 就是他累積的升幅 就是說呢 票價調整的升幅 可以累積 可以自動化 這一定要改變 第一個呢 就除了兩鐵合併之後呢 馬時亨呢 是故意令到港鐵 不需要經交通諮詢委員會 不需要經立法會 不需要經特首會 或行政會議 可以根據合約 自動調整票價這個機制呢 是一定要取消 港鐵是四百多萬香港人 每天都會搭的一個鐵路系統 一個集體運輸系統 它並不是一間純粹私人公司 我絕對不贊成呢 它經常說自己是一間上市公司 這些推堂呢 這些簡直是廢話來的 它其實就是香港人 養出來的一間呢 服務香港大眾的企業 它賺的錢 它應該要賺 但是呢 它賺的錢 應該去放回香港 應該繼續投資鐵路 應該令到香港人 擁有一個更加便宜 更加方便 更加便捷的集體運輸系統 如果做不到的話呢 很簡單 就應該引入競爭 現在第一 票價可監可監機制第一個 就不可以給它呢 是自動加價 一定要經過交通諮詢委員會 經過立法會 經過行政會議做決定 好像巴士公司那樣 好像杜輪公司那樣 絕對不可以呢 給它一個人自己做事 而第二呢 整個計的計法呢 一定要放棄現在的計法 也都不可以接受 大家千萬不能接受魔鬼的建議 那個魔鬼建議呢 就是說跟通脹 那就是通脹一半做基準 絕對不可以 通脹永遠向上升的 那 就算一兩年的通縮也好呢 通脹仍然永遠 簡單而已 最簡單的道理 大家買的東西呢 就會越來越便宜 以前呢 可能幾十年前呢 你買一棟新樓幾十萬而已 現在呢 要一千萬 這個就是通脹造成的 那當然啦 我們工資會上升 但是工資上升呢 也都會引起其他一些衣食住行的加價 包括我們的住屋 包括租金 包括房價 包括我們買的用品 包括我們吃的東西都會加價的 所以呢 運輸系統 應不應該跟通脹這個問題呢 我自己個人是不應該的 因為呢 根本呢 運輸系統贊蝕呢 才是重要的 就是說呢 我們香港人 給了一個壟斷給港鐵 幾乎壟斷給港鐵 港鐵因為這樣呢 多賺很多錢 甚至政府現在呢 明明沒有了呢 仍然要包底鐵路的了 無端端在鐵路裡面 就洩幾乎地給他 等地鐵呢 將地呢 就是過契 給那些發展商 賺大錢的發展商 地鐵賺少少錢 但是重視是這樣呢 地鐵每年呢 都有幾十億的一個 運營發展的進帳 這幾十億元呢 是政府補貼給他的 是根本無需要地補貼給他的 因為現在呢 鐵路的發展全部是政府包底的 根本就不是 地鐵路出錢 也不是地鐵融資 地鐵根本呢 就沒有一個 虧錢呢 在那個發展這個情況之下 沒有地鐵呢 變相成為發展商 在桌底交易的一個中介人 那另一方面呢 賺的錢也要放回去呢 我們的一個交通貢獻度 簡單說 地鐵以後的一個票價 可加可減機制呢 應該改變成呢 第一 不能夠累積加 就是說呢 今年不加就沒有機會累積的了 也沒有機會呢 下年上訴 今年呢 今年的事 今年結 你加不到就不加 第二個呢 為什麼加不到呢 第一交通資訊委員會呢 第二立法會呢 第三呢 就是行政會議 要經這三個團體呢 去呢審核 這樣地鐵呢 才可以呢 不要那麼虧待 就是不要那麼狂妄自大 先要跟公眾交代 先會呢 怕立法會 先會怕政府 那而第三呢 那就是呢 他的票價的調整呢 是跟兩個因素有關而已 就並不是跟通脹有關 講跟通脹掛鉤那些 全部是魔鬼來的 就算現在立法會議員 他有個通脹掛鉤 但是呢 你通貨膨脹不斷上升 但是經濟增長呢 是墮後的 增長是沒有的 甚至是負的 甚至是經濟增長很低的 這個就會令到居民呢 是感覺有痛感的 就是說呢 他面對著那個物價上升 但是同一時間呢 他的工資 或者經濟活動呢 並不著弱的 香港的情況就很特別了 香港呢 是全部都入口的 所有東西呢 入口貨呢 是受到國際大環境影響的 所以通脹呢 基本上不是香港自己造成的 是國際的貨品造成的 現在油價上升了 現在可能呢 一些原材料上升 鋁價 銅價 鐵價都上升了 所以香港的通脹呢 是存在的 這個通脹是政府控制不了的 而另一方面呢 香港的經濟增長呢 跟通脹原來是無關的 國際的銅價 油價 金屬價格 甚至食品價格上升呢 香港就要上升的了 這個跟香港自己的經濟活動 是無關的 所以呢 現在林哲學搞得香港經濟這麼差呢 很可能香港會有一段時間出現滯漲 滯漲就是通脹下降越來越高 但是香港的經濟增長呢 就徘徊在低位 甚至呢就是向下跌 這個情況呢 就會令到 因為沙漲下跌的 就是仍然敢說呢 就是港鐵加壓機制 要跟這個通脹掛勾呢 這些根本是毒害香港人 不經大佬 也都呢 就是完全呢 就是為了大發展商 為了港鐵呢 去講說話 港鐵的加壓機制呢 一定要改為呢 第一 跟這個呢 港鐵盈利掛勾 我不管它盈利來自賣廣告 不理它盈利來自賣樓 總之所有港鐵的總體盈利 整個集團盈利 不單止交通運輸 不單止呢 就在鐵路上面呢 不斷加廣告 不斷加商鋪 不單止 也都不單止呢 它投資商場 或者呢 就是發展這個物業 不單止所有東西 所有盈利加在一起 整間公司的總體表現的盈利 就要成為呢 它這個呢 就是票價調整機制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我不是說它有盈利就不准加價 但是它一定要呢 可能呢 我們經過通脹之後呢 它在盈利裏面 撥回一部分的份額 出來呢 是將那個跳價呢 調整回壓制回 第二個呢 也都要看港鐵表現 那港鐵表現越來越差的 越來越多誤點的 越來越多壞車的 越來越多事故的 都知延誤的 這些懲罰因素 就要在票價調整那裡呢 是放回去 那就是說呢 如果它起條生節路 如果它出現言誤 如果它出現言誤 又或者出現一些超資 無論它是獨資經營 或者它跟人合作經營都好 它都要對這件事負責 那負責就是呢 在票價裏做回一個補償 就是在票價增幅裏做回一定的折讓 那讓它呢 不要以為呢 自己喜歡超資就超資 喜歡言誤就言誤 完全呢 就當香港人是陽股那樣湯 就是說呢 除了它要是 它營利掛勾 除了表現掛勾 表現還包括呢 起身跌路的超資和言誤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市民負擔能力 那市民負擔能力呢 就不關通脹事 是關市民收入 和通脹之間的關係事 那就是說呢 市民的負擔能力 就是跟市民名義公知 整體的市民名義公知 我們不應該算是運輸業 我們應該算是所有要搭車的人 就是全港的市民名義公知 的變化 再減回呢 就是市民因為通脹而花了的錢 中間出現一個 市民實際負擔能力的變化 用這個變化呢 去容許港鐵呢 加或者減價 這個變化 如果是告訴大家 大家聽 就是通脹不斷上升 大家的工資沒有增長的 大家的能力是低了的 因為呢我們要柴米油鹽都要買的 那呢 柴米油鹽貴了之下呢 我們的工資呢 是消耗了大部分去的地方 那變相呢 我們可以留在搭車的錢少了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港鐵的減價呢 那就是說呢 我們有三個因素 要放進去港鐵的跳價 調整機制 第一個機制 就是呢 改為呢 用市民負擔能力 就是工資名義增長 以及通脹之間的關係 那就是呢 市民究竟有多少錢 可以負擔搭港鐵 可以多了 可以少了 去呢 就做一個因素 第三個因素呢 就是要懲罰性的 或者獎勵性的 就是港鐵究竟它的表現 包括呢 準點率啦 包括了呢 就是它本身呢 興建新鐵路的超支 和延伍的表現 就和呢 或者甚至再出現 偷工減這個表現啦 就和呢 它這個票價調整呢 是掛勾三個因素 表現 香港人的負擔能力 和港鐵盈利 就不應該用通脹的 那說用通脹的人呢 其實是在毒害香港人 是 他是契弟 誰說 也都再重新 老百姓身上淡 除了跟剛才那三個委員會 經過立法會 還有經過呢 就是這個呢 行政會議通過 絕對不能夠自動化 好了 那今天呢 講港鐵有關的 票價調整機制呢 講了這麼多 那明天或者我們擇日呢 就要繼續講港鐵的 講這四大問題嘛 票價調整的問題啦 講暖禁投資海外的問題啦 講這億大地產商的問題啦 講這壟斷貴短長平的問題 那接著就講回呢 我們接著找幾天呢 就要講回另外三個問題